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也哪个情 书也哪个华 刘大人 皇上正听我谈闲的呢 你非得来谈国事 你说你这不是有点那什么吗 再其位得谋其政 理应如此 皇上让我给你传个口语 不见 那请福大人转告皇上 说刘统勋有急事求见 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 让他进来吧 看我干什么 进去吧 你别抓我弦子呀你 福大人啊 还是得谈国事 臣刘统勋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刘统勋 臣在 你来见朕有何奏章啊 皇上 朕急山东银子一事 又发来八百里加急快报 请皇上 从内务府云出一点银子来救急 就算借得行不行 等来年秋收之后一定奉还 高高地加利息 朕怎么那么不爱听这话呀 跟大清国做买卖呢 没用 上次您那两幅画就讹了这二十万两银子 没钱了 你归安吧 皇上 皇上 奴才再给您谈一段老头卖虾结结闷啊 刘统勋 臣在 外面听着像是在唱曲儿 谁在唱啊 皇上 那是 那是水军童子在唱曲儿 刘统勋 臣在 朕命你 速将水军童子抓来见朕 皇上 那是老臣逗您开心哪 哦 逗朕开心就要朕的银子啊 还有点儿君臣之别没有啊 朕的好心情全让你给破坏了 现在命你速将水军童子抓来见朕 还敢抗旨不增吗 皇上 老臣腿脚不行啊 我逮不着 你听着 抓住水军童子 山东的事好说 要是逮不住的话 刘统勋 自己个儿掂量掂量吧 赶不快去 臣遵旨 老爷咱回府吧 不回 走 带蛤蟆去 带蛤蟆 老爷 您要是嘴馋了想吃蛤蟆 明天上集市买两斤多好啊 我哪那么嘴馋啊 我吃蛤蟆干嘛 皇上旨意逮蛤蟆 哦 皇上嘴馋了想吃蛤蟆 少废话你 走 东边哪个酸 西边哪个甜 南边哪个拉来 北边哪个咸 怎么样 好 好 臣刘统勋交旨 皇上 您看他弄得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这是有意欺君呢 刘统勋 臣在 朕命你去抓水军童子 你可曾抓到啊 启禀皇上 水军童子唱曲惊驾 臣奉旨去捉拿 晚去了一会儿 唱曲的没得着 臣把弹弦的给抓来了 傅大人 有劳您把弹弦的 承给皇上 好好好 弹弦的朕就收下了 傅康啊 去拿过来 皇上 去呀 这 那什么 平身吧 谢皇上 刘维青啊 臣在 三番五四来找朕到底有何事啊 皇上 皇上命臣去查井吃喝之风 臣是越查越烈 查来查去都是些细微末节 很难查井 臣不知该如何是好 今日进宫 特来向皇上求教 这你就不懂了吧 呃 这个 呃 这个嘛 朕也不知道 呃 百姓不知道问官 官不知道问皇上 这皇上也不知道 那臣该问谁呀 呃 是 那好 你先说来听听 是 皇上 地方的吃喝之风 乃是效仿京城 京城的吃喝之风 乃是效仿各部院司奸 所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臣以为 如果要是有几位身居高位之人 能够带头杜绝吃喝之风 那我大清的励志是一片清明啊 皇上 到那时候 人人都会称赞皇上 是有违之君啊 那是得卖遥顺 胜如孔子 贤比周王 乃大人大胜 一代明君也 你什么时候说话 也说得这么好听了 臣就想请教皇上 臣说的这个道理是对 还是不对 对啊 你看看 所谓追本溯源 故人说 宫中好戏妖 城外多饿死 说的就是上行下效嘛 皇上 谁在京城吃喝最奢侈 谁吃喝花钱最多 谁啊 这个人哪 臣不敢说 臣说了万万死 赦你的罪 说吧 是 是 这个人一顿的吃喝 能抵得上一百个百姓 一年之资 此人搜集南北之地奇真异物 所花费的无数人力物力 鞍马劳顿 为的是一满口腹之欲 这个人哪 臣不敢说 臣说了 臣万万死 这是谁啊 王爷 不能啊 朕的宗室里要有人这么奢侈误国 也不能饶他 说出来 射你无罪 这个人 以一人之力搜集天下美味佳肴 而所吃所喝 不及他搜集来的千分之一 而耗费的黄金白银 是数也数不清的 这个人 皇上 臣不敢说 臣说了 臣全家万万死 哎呀 你说出来 射你全家的罪 你就直说 宗康 你干什么你啊 贪什么险啊 皇上 不是奴才贪的 是王八贪的 胡说八道 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朕比你清楚 说吧 到底是谁 查出来 朕一定好好的办他 皇上 臣死罪 死罪 你 你是说 好你个刘童勋 你整治吃喝吃风 整到真的头上来了 大胆刘童勋 竟敢当面棒军 是 臣当面棒军 满门抄斩 灭门九卒 刨坟掘木 还有错古扬归 刘童勋 行了行了行了 赦你无罪 起来吧 谢皇上 这皇上吃什么喝什么 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岂能一言而废呀 堂堂大清天子 吃糠燕菜 成何体统 就是 真要是缩减了宫中用度 下面的官员就不大吃大喝了 况且朕的吃喝也是礼仪所在 是我朝的面子 怎么能够缩减呢 皇上 您每顿饭只要剪两个菜 依次地剪 过了清明 过了古语 您再改回来 中间省这笔钱 您就救济灾民吧 对您来说 少两个菜不算什么 可对灾民来说 这可是救命之资啊 而且对沙沙下民的吃喝之风 也是大有必义啊 皇上 这一举两得的事 您为何不做呢 说得也对啊 福外卿 你以为呢 皇上 奴才以为 皇上每顿省些俩菜就能救了山东 那将来全国要是都遭了灾 皇上就甭吃了 皇上 福大人一心盼着全国遭灾啊 是奴才什么呀 行行行 不要再挑拨离间了 皇上奴才什么也没说啊 不是说你 说他 说你呢 行啊 朕可以缩减两个菜 宫中用度省出来留给国库 可是山东灾民买两种的钱 你还得自己筹 是 二夫子 奴才在 传朕的一道口谕 御膳房 以后每顿砍去两个菜 依次递检 是 皇上此举应该昭示天下 以显我主圣名 福爱卿 是 替朕你一道旨 以后各部院司监及辅道官员 但凡有到饭馆吃喝的 一斤茶食十倍的罚款 得来的钱财给山东赈灾 来 这儿 谢皇上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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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